抗議政府與中國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黑箱作業 台校會等多個本土社團 今天晚上舉辦了反黑箱協議 要生存權力全民大會 也邀請了受害產業的代表和勞工 上街頭表達憤怒與抗議 稍早有代表上台演講時就提到 他們擔心中資跟港資進來會消價競爭 現場的最新情形 我們請記者林曉慧來告訴我們 是 其實各位觀眾 那麼立法院下個禮拜一 就要召開這個第二次的臨時會 那麼因為國民黨已經希望 把這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排進委員會做實質的審查 所以趕在這個前戲 由本土社團發起這一場 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的集會遊行 那麼我們知道 其實包括這個請具業 陶瓷業 照相業 這個相關認為被受到衝擊的業者 代表也有來到現場 剛剛在這個照相攝影業 他是擔心說 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 台灣大概有6000多家這個照相館 那因為後來這個數位化的衝擊 政府也沒有這個幫忙大力的輔導 到現在大概只剩下2000多家 其實他們是相當的擔心 就是說中資和港資進入了台灣之後 會造成這個消價競爭 台灣的這個業者受到波及 那麼另外剛剛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也上台發表他對這一次的一個想法 他是堅持說國民黨不應該這個一意孤行 而現在在發言的是民進黨立法院的總召柯建民 他是表達說國民黨說是一定要讓這一個協議過關 但是民進黨一定會把關到底 就是說這內容該刪就刪 該退就退 而大家今天最重要的這個重點就是說 整個協議應該要馬上退回重新談判 來維護這個台灣人的所有權益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為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把鏡頭交回給棚內